麻衣三岁儿惊传身体出状况王文杨淼妃日本,婚变后她稳坐豪门媳妇完全不受影响。 麻衣2014年代求嫁给了身家30亿元的王权仁,没想到婚姻亮红灯两人分居,麻衣成为了伪单亲妈妈带着宝贝儿子飞往日本疗伤,麻衣与王权仁婚姻出问题的原因众说纷纭,据悉是因夫妻不和,王权仁更是彻夜未归过家门而不入,让麻衣相当心碎。 王权仁更与前夕一直保有不错关系,谢公公王文杨对前媳妇也是彭爱有加,可见玛依当豪门媳妇可是当得相当辛苦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 根据Easy Today新光云报道,有一次麻衣三岁儿子身体出状况,让公公王文杨妙非日本探视,原来是金孙感冒发烧相当不舒服。 虽然麻衣与王权仁婚姻出交,但因为孙子的关系,王文杨对麻衣仍照顾有加,现见麻衣豪门媳妇地位依旧,丝毫未受婚变传闻影响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 而麻衣能稳坐豪门媳妇的关键原因,则是他相当遵守豪门规则,婚变爆出后他始终不开口谈任何细节,因为他知道若想保住豪门地位, 得必须相当的低调,因此完全不发表任何想法,只有麻衣身边的好友有透露麻衣过得相当辛苦,常常找好友们诉说内心的委屈,许多人以为嫁进豪门就可以爽过贵妇生活,但一入豪门深四海,哪有这么容易呢?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 麻衣最新的近况,则是出现在好姊妹爱莎的照片中,两人一起去赏鹰拍照,对着镜头露出甜美微笑,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,行踪十分的低调, 金孙发高烧让王文阳懒如潮人一样直接飞过去探望,可见婚便不断也孙情,虽然媳妇与儿子相处不好,但是对于麻衣及孙子,王文阳可是相当照顾,据悉王文阳只要一有空,就会排时间去日本探视母子俩,仍付出多心力,也希望麻衣在日本好好加油,独自带孩子一定相当辛苦。 图片来源,ETTTT青光云,来看看,麻衣好门婚变,孤单照顾儿子,影片 影片来源,镜周刊,资料来源,ETTT青光云 希望麻衣好好加油,独自照顾孩子一定很累。